世界各国现在都疲于应付武汉肺炎疫情 但其实除了看不见的病毒之外 还有让人看了毛骨悚然的宠虫大军也值得担忧 包括了大群足以遮天蔽日的沙漠蝗虫 去年开始从东非一路向印度巴基斯坦蔓延 甚至禁逼中国 造成了近二三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 而且事实上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 不少昆虫都改变了栖息地移入新的国家 像台湾也从2011年开始 就发现了南亚的荔枝春象肆虐 而去年更发现了来自美洲的秋行军虫 而且不到一年已经繁衍了九个世代 面对这些繁殖力跟适应力都超强的外来农业害虫 我们要如何因应呢 民众开车上高速公路突然烟尘四起 还以为是遇上沙尘暴 没想到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只只蝗虫 春天开始沙漠飞黄大军入侵 沙乌地阿拉伯 接着一路挺进巴基斯坦印度 现在还逼近中国 最近的蝗宅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调查 那么是过去这25年来规模最大的蝗宅 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台湾 是否也危机四伏 沙漠飞黄它醒着的时候 几乎就在做两件事情 不是在吃就是在交配 这张照片是 台大昆虫系教授张俊哲 很可能是全台湾 唯一接触过沙漠飞黄的人 20年前他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时 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沙漠飞黄 他还清楚记得蝗虫有多会吃 他每一天据说他吃至少跟他体重相当的食物 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圣诞节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放假了 照顾沙漠飞黄的季工要上班 因为他如果没有上班的话 沙漠飞黄那么就会饿死 他必须要在圣诞节那一天 他都牺牲假期 推着新鲜的牧草 那么到这个研究室来喂沙漠飞黄 沙漠飞黄是全球最具破坏性的潜移性害虫 它不挑食 见绿就吃 平均每一方宫里的蝗虫就可以吃掉3.5万人份的农作物 2020年初开始便肆虐肯亚 伊索比亚跟索马利亚等国 在东非引发粮食危机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蝗灾 科学家的推测是因为 最近的这个雨量非常的大 它是没有按照石令在下的 所以它让很多的地方 它的沙土那么都是有这个变成了 具有湿气非常适合蝗虫的卵来孵化 让它的数量那么在短时间内 可以用等比集数来增加 气候变迁让沙漠飞黄大军压境 气息范围逐渐扩大 不只东非 2020年春天 它更一口气飞越阿拉伯半岛 进入印度半岛直逼中印边界 由于它一天飞行距离超过100公里 许多人不免担心 万一沙漠飞黄飞进中国境内 会不会进一步顺着气流来到台湾 依据这个害虫的这个习性 跟它过去的迁移路线 评估来到台湾的机会并不高 但是我们还是要防范 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关系 那我们还是要注意 这个它的疫情动态 一方面我们也会注意 我们从这些疫区国家来的货品 有没有可能有夹在这个害虫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不会让它进来 气候变迁和国际间人员频繁的流动 是近年来植物病虫害防治的两大不确定因素 例如原本栖息在南亚东南亚的荔枝春巷 2011年便跨海入侵台湾本岛 危害荔枝龙岩等作物 让农民伤透脑筋 只是这波虫害尚未平息 8年后台湾又遭遇到更严重的虫虫危机 农民打开玉米叶 发现叶根里有虫软 还伴随着一只灰色卷曲的虫 从纹路斑点判断 疑似就是秋行军虫 2019年6月8号 有民众在苗栗县的玉米田里 发现头部有道外自行纹路 身体出现四个斑点的毛毛虫 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现秋行军虫 在此之前的200多年 这只爱吃玉米的害虫 一直栖息在美洲 它是在1797年就在美洲 有危害的这个报告的 其实200多年来都一直在美洲 那是到了2016年它到了非洲 大西洋它那样的一个范围 已经超出了说 它可以飞行迁徙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它能超越这个距离 那我们的推测说 它可能是有一些运输 或者是说贸易的一个关系 像可能有一些货轮或游泳 它可能飞上去 然后借着这样一段大便车时间 然后再陆行到非洲附近的一个岛屿 岛屿或非洲本土上面去 然后造成在非洲的一个扩散 2016年秋行军虫开始进行全球大迁徙 由于它的飞行能力达一天100公里 短短一年内气息范围便跨越非洲 接着进入南亚东南亚 2019年初它首度进入中国云南省 几个月后跨海飞向台湾 它本身成额的时候 飞行能力也蛮强的 所以在它的迁移过程中间 就是它也自己可以飞 那也可以顺着气流这样子扩散出去 大概是15到35度 这中间范围都可以生存 所以它到台湾 台湾四季如春 等于说旧温度的部分来讲 大概就是很容易适应 吴有文的玉米田 2019年秋天便受到秋行军虫侵袭 它胃口极佳 爱吃玉米 高粮 水稻等河本科作物 啃食作物多达300种 也让秋行军虫成为联合国农粮组织 全球通气的农业害虫 像这个也是 应该也是 叶子栋很 洞很大 这虫大便很多的 这就是虫的大便 虫的大便很多的应该都有 你看这里面也有 小只的 吴有文说秋行军虫真的很会吃 短短半年就让它的玉米产量 掉了三成 这种虫通常趁着玉米开花前 心叶最嫩的时候 躲在叶子里大快躲移 虫都有天性就是 它会怕糖 吃了吃 怕我们噴料 所以说它会藏在隐秘的地方 虫的部分它都有 自己想办法繁殖活代的方法 为了消灭秋行军虫 吴有文曾经试着喷农药 但由于秋行军虫藏得太隐秘 即便吴有文增加喷药次数 最后还是有一两成的虫存活下来 并在隔年春天快速繁殖 这么高的时候喷一次 然后到这边又喷一次 到这里又喷一次 正常啦 然后每天就要洗一次就好了 这样它糖走出来时 又吃到才会死啊 大部分都没人说很均质的啦 转不了秋行军虫的根 让农民相当困扰 农委会防检局就统计 截至三月中 全台遭到秋行军虫 幼虫危害的农田面积 低近两万公顷 去年夏天的时候 是吹西南风的时候 当然有蛮多鹅类是从大陆过来的 但是就是说像现在 在冬季了 不会再有蛮从大陆那边飞进来 那表示现在的蛮都是 几乎就是我们在台湾 立足下来 一直繁衍一代一代繁衍下来了 秋行军虫约可活30天 从2019年6月首次发现到现在 已经繁衍到第九代 成为台湾本土害虫 它的繁殖能力强 此而一次能产下一两百颗卵 孵化之后又从躲进玉米腥叶里 跟着玉米一起成长 等到成熟后就会化蛹掉入土中 与化成蛾后又能产卵 也因此增加了防治的困难度 也因此增加了防治的困难度 就很严重嘛 如果防治得当火税也是照样成长 就不影响它的产量了 就是怕说新叶整个被吃掉 它没办法再生长 这整个植株就完了 为了抑制秋行军虫迅速繁衍 农委会多管齐下 除了建议农民在种植农作物前 翻土灌水 借以晒死或淹死秋行军虫的涌 也在玉米田里喷洒农药 试图杀死已经孵化的幼虫 不过有专家认为 秋行军虫防治可能是场长期战争 为了避免大量喷洒化学药剂 引发农业残留的疑虑 还是得回归自然 进行生物防治 它这个是我们那个外米醉饵的卵 那你看它现在这一只就在产卵 显微镜下 两只大小只有一公里的寄生风 正在一颗颗晶莹透亮的米虫卵上 爬来爬去 它们是一种名为赤岩卵蜂的寄生风 经常被用来防治玉米的 另一种害虫 玉米鸣 文化大学害虫防治专家谢嘉宏 希望能以虫制虫 用赤岩卵蜂防治球形军虫 卵寄生风的作用就是 它今天产了一堆卵 那我今天寄生风过来 然后就产卵在那个卵里面 那它的幼虫出发出来后 就把它那一颗蛋吃掉 那吃掉之后是不是 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蜂涌 然后变成蜂再飞出去 那是不是它就不会 孵化出丘行军的幼虫 对 那既然没有幼虫 它就没有危害 为了试验寄生风 是否真能防治丘行军虫 谢嘉宏曾经试着将 放满赤岩卵蜂的蜂片 钉在玉米叶片上 希望它们能爬上 丘行军虫的卵上产卵 可惜效果不如想象中显著 赤岩卵蜂要产卵 它一定是要接触得到卵 它才能产了下去 那目前我们观察到 野外的那个丘行军虫卵的话 有时候会有两层 甚至说三层 它是叠起来的 在这一层下面的 它产不到 第二就是说 它有时候会有毛 那毛比较厚的 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它会没有办法钻过去 就是它的那个 残暖管没有办法掺下去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问题 后来谢嘉宏尝试另外一种 叫做江黑卵蜂的寄生蜂 发现它可以钻进 丘行军虫的卵 不过却不容易培育 加上丘行军虫 有越来越适应 台湾气候环境的倾向 谢嘉宏担心 若天敌培育速度 赶不上丘行军虫繁殖速度 未来虫害还会不断扩大 丘行军虫不止为害玉米田 也进攻新的农作物 这一处新植艺人田区 被发现遭丘行军虫入侵 当初它进来的时候 我们在推测说 它现在虽然只吃玉米 跟所谓的一个高粱 但是未来是不是会扩散到 其他的一个作物上 因为我们是有评过 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没有把握 是不是会这样 但是今年确实就看到了 它已经扩散到 就是玉米跟高粱外的作物 像那个艺人就观察到 那未来是不是还会有 其他的一个作物 会被发现的 可能还要再去持续的观察 但是我觉得以这种生物适应性来讲 它是有可能的 目前专家最担心的 就是爱吃玉米的秋行军虫 哪一天如果变得爱吃水稻 到时可能引发粮食危机 水稻在国外有被危害的记录 但是在国内可能 因为我们是水稻 不是汗稻 所以长期淹水的一个状态 对这个秋行军虫 它生活的条件是不适当的 所以水到目前也是还没发现过 这几天好像又严重起来 前几天好像没这么严重 可能天气的关系吧 自从秋行军虫入侵后 吴有文每次寻田 都忍不住皱起眉头 外来害虫不请自来 肆虐范围持续扩大 短时间内农民的害虫防治战 还有的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成功之后